我们大家一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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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示导一记教冠 刚中和所各位婢丘 三名咯丘屉佛 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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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上 我们上一堂课 我们跟大家略说了这个 十始 十种随眠烦恼或十种根本烦恼 那么在《百法明论》里头 把这个十始和缩减为六种根本烦恼 那么把五历史合并 五个合并成一个 叫做恶见 这样子叫做六根本烦恼 一是一样 可见都有这种根本的意思 有这种核心的烦恼的意思 那么这个就凡夫来说 一定要去理解 这是一切修心的根本 那么一切事件的道德 如果没有这样子认知 那道德都是虚幻 都是外来建构的 美则美矣 但是没有一个修心的根本 怎么说呢 比如说母爱 男女之恩义 兄弟之友爱 请问这是从哪来 这些如果从本职 从我职上来 母爱虎毒不识子也是骗人的 虎毒怎么不识子呢 虎不用毒啊 那你也不用描述他是毒啊 那只是自然要生活下去的方法 老虎一胎如果生三个小孩 三只小老虎的话 那虎妈妈自己就很清楚 这三只老虎 在他的范围 他的狩猎范围之内 是很难活得下第二只第三只的 那么呢 很自然的啊 那与其让你长大了 在打战 在斗争当中 在侵夺失物中死亡 或者是你也活得不好 他也活得不好 结果让你的哥哥 让强大的哥哥 不能够活得强壮 能够统治 他是个狩猎区 结果是最后这两只都死 那与其这样子的话 不如在小的时候就让你死 这是必要的啊 这不需要什么物尽天择 这是为了活命 请问为了活命是为什么 自私啊 我知啊 我爱啊 所以老虎就会怎么样 母老虎就会带着三只小老虎 走过河 跳树 跳石头 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就像走天堂路 训练海军陆战队一样 走那天堂路 最后一定有一只落队 跳下来的时候摔断脚 母老虎不理他 让他自然死 一死了之后呢 与其让别人吃 不如我自己吃 不要浪费食物啊 对不对 那就是 这些你说他毒吗 那是你人类给他的概念 在佛法里头从来没这种观念 所以才会有归山禅师 要到山下做牛 才会有那个宋朝的时候 有那个菩萨 不知名的菩萨 视线做猪 也才会我们台中那个居士 但是啊 后来因为杀那头猪啊 那头猪用眼神跟他讲话 最后度的他 全部的猪都不杀 全部的猪都当宠物养 全家人 三代杀猪 全家人通通改成吃素 那力量太大了 你知道杀猪很好赚吗 一本万利啊 生活再差也得吃饭啊 饭再烂也得有肉啊 肉再少少不得猪肉啊 是不是 当年要去孔老夫子的补习班上课 要补那个什么立法委员 还是补那个什么 国家的国家考试 通通要去孔老夫子的补习班补习 什么样 奉素修以上 素修是什么 猪肉啊 猪肉条 晒干了之后带过去 当做什么 当做那个学费啊 所以说你国家在 你社会在怎么动乱呢 你吃猪肉还是得吃 杀猪一本万利 尤其在成平时代 三代人呢 他能够一系之间让他改掉 改成吃素 把猪当宠物 你看那不是菩萨班什么 那只猪有办法这样 牺牲自己完成什么 所以你不能够用人的观念来说你是猪 猪脑袋不是这样 所以一切的道德如果没有三读 如果没有我执 这种见解做基础 道德在哪里 道德的立足点在哪里 所以老子没办法 道家就只好讲成天地 儒家也是用天地来讲的 天地君亲师 是以人来配天地的鬼则 入耳 太阳永远在上面不会掉下来 掉下来就天下大乱了 所以太阳最伟大 因为有了太阳就有了万物 那么呢 再来就是大地 大地滋养万物呢 这也是伟大的 所以母亲像大地 父亲像太阳 那么太阳你能够用口水吐它吗 太热的时候你能够用箭射它吗 你能骂它吗 不可以 所以爸妈不能骂 他用这种对比的方法 当然也讲恩 恩到底不必用对比 恩是可以自己体会的 可是你知道 恩也直基于我之我爱 多少人出不了家 就是他要在家里 做孝子贤孙报父母恩 他讲得可淘淘是道 我要报父母恩 我只有一个儿子 我是唯一我儿子 我娘可爱我了 你娘爱你 你娘是为了爱你来生你的吗 他们是形影来生你的 他不是为了要爱你来生你的 你被他生了 所以他爱你是因为 他生你 你是他的所余 身体的所余 你讲得好像 比天高似的 你当你这样讲孝道的时候 你就在否定出家人 你知道吗 那些愚蠢的出家人 还跟着这样子在那边讲 讲孝道 讲世间的孝道 佛教绝对讲孝道 但不是这样讲的 不是这种讲法的 这种所谓的道德 是以我职为基础 是以无名为基础的讲道德 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学佛 当然他可以这样 好歹他支撑了一个国家的稳定 一个社会的稳定 就像西方一样 他拿上帝的神指 作为道德的基础 可不可以 可以 但他究竟还是无名 佛教徒要搞清楚 你不能犯犯的说 这些都是好的 我当然知道好的 煮好的饭给你吃 赚你的钱也是好的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 出家人要有出格的看法 佛教徒要有出格的看法 世间的善 以名为善 但这善不究竟 出家人你今天吃三宝的饭 于人间受人家供养 不做任何的耕种 你能够活下去 你凭的是什么 就是你这个出格的见解 以及要实践出格的情操跟修行 当然不是说出格就要轻视别人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出格一定分得清楚 这叫方外之人 不然你还在讲世间人间的道德 你就变方内之人了 你凭什么让人家省吃结用来供养你 出家人自己愚蠢 不学无知 还套用世间道德以智力 以自我庄严 佛法的不共世间的庄严 你自己无知 末法的众生 十个出家人 九个会这样 要知道 那更别提在家人 那个傲慢的在家人 更是可怕 自己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认知清楚 开主 讲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要讲这个 开主讲死 为什么 因为根本烦恼 认知他了就知道道德的所在在哪 很简单 为什么要有道德 因为我的烦恼没道理 我的一切行为都从根本烦恼中来 换句话说 违背了我的根本烦恼 我就是清净者 清净者 视明为真道德 这样子才叫做有道德 所以你如果用贪爱 我执贪爱在爱你娘 你别人的娘你就不可能爱 你无始劫来 比今生的娘甚至于更加的有恩于你的娘 你就不知道要爱 你这叫做孝顺吗 但是你如果知道了超越了我执 你就穿透了现前这个娘 现前这个爹 来看到了一切众生 这个时候你将心也爱你现前的娘 但不会只是爱你现前的娘 这是第一 第二 爱你现前的爹娘 不会以我执来爱你现前的爹娘 而是以少 减少我执 将自己的所得 能够给父母之外 还要能给别人的父母 这样自己坦然而不必多加解释 我要爱乌及乌 我要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这些都多说的 孝顺也是多说的 你孝顺两个字都不用讲 是我执的人才需要讲孝顺的 你不孝顺你才要讲孝顺的 你不知道父母是你身上的一块肉 你才需要讲孝顺的 一个真正知道父母就是我身中的一块肉 还讲什么孝顺 你会孝顺你的大拇指吗 不会 你自然就爱你的大拇指 这样是讲道德 才是出格的讲道德 身为佛弟子 这一层要没看清楚 难说你是皈依三宝的人 根本不知道皈依是什么 你皈依世间道德 你跟世间人一样 你哪里是皈依佛呢 好 那么大家懂这个道理 当我们理解这样 那我们就知道 其实断现前的我执烦恼 以什么呢 以史史为代表 就是一切道德的根源 所以我才会说 根本烦恼多重要 一切的烦恼从这十根本出现了 你也可以讲的六 我刚刚讲的开合不同 从这十个出现了 你要一一看清 好了 就算你不断了 你生烦恼也不会怎么样 也不会这么理所当然了 对不对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知道吗 在那里有人跑到庙上来说他要出家 结果整天躲在庙的黑暗处哭 我问他我哭什么 哭啊娘 我这么不笑 我说你滚回去 完全不懂 你就滚回去 你还哭在这边 在三宝门前你还在哭 你不孝顺 那你可真的不能修行了吗 好吧 就算你正在孝顺 你正在增长我直啊 你恰恰是不孝顺 了解吗 所以一切的道德根本 你正在行善之时都要观察 这个善来自于什么样的心态 我常常讲嘛 我常常讲 我行善 我是善人 你就错了 你说你是善人就错了 我行善 你们那个都不是菩萨道 我们这个才是菩萨道 那你也就错了 当还分着你我 还在驳斥别人 那你就错了 你认清这样 行善也成恶法 你如果不认清这样 行善也成恶法 所以智子大师说 知空知人善且不行 何况行恶 了解空的人 他没有所谓行善这个观点 不是不去行善 是行善而不着善相 所以叫做善且不行 就不行 我连善我都不做 何况照恶 念念立如于清净相 哎呀 就这个核心而已 所以佛法无多子 但能了此事 就是佛法之子 懂 要懂 那么呢 那么尤其现在 中国正因为有钱 然后人心慌 那个虚妄 然后就开始就辱家复辟 辱家一直在谈一直在谈一直在谈 是这样 他刚刚跟他的政治领导人有关 他还希望大家学道德 这个很好 但是呢 作为佛弟子的 在这方面要分清楚 人家弘扬 我们不去破坏人家 那也有他的世间好处 可是身为佛弟子 你要知道你要弘扬的是什么 是这样 我们也不必分合饮水 也不必互相比高低 这没什么好比高低的 他没得比 这种东西没得比 他没办法跟佛法比 佛法的智慧像太阳光 一切人间的智慧像萤火虫一样 你还能比什么 就不必跟人家比 也不用去破斥人家 我刚刚讲这些话 都在对佛弟子讲的 不是在对那些外道讲的 外道他们 我们默然不说其过恶 默然不赞叹其美 我们不说 这样才是佛弟子 法华经上说的 连僧文人都不称名赞叹其美 称名说其过恶的 何况是外道 当然啊 他来否定的佛法 那你就要什么样 你就要好好地 清楚明白地说个两句给他听 那当然是这样子 可是你还愚蠢到不知道 去跟他一起飞舞 就以三宝的钱 三宝的面子去画原钱 来印儒家的书 你不是颠倒的透顶 你的因果错乱 我在讲的是佛弟子 我没有在说外道 我没有在说人家弘扬儒家 他们又去弘扬他们的 我也没有谈政治 我在谈佛弟子 这样 这你在你的本位上 要清楚明白嘛 不然你还叫佛弟子 尤其是书家人 受十方供养 搞不清楚对错在哪里 颠倒 不学无知 这就是不学无知 多少人是这样子 他就叫你要不学 魔就是要叫你不学无知 他才好骗你 那么好 所以说 作为一个三宝弟子 首先要知道的就是说 人间的善恶根本 无非就是两种 一种就是所谓的 通世间的相对善 就是所谓的世间道德 世间好 那个呢 国与国不同 时代与时代不同 各个不同 你看那个清朝的时候 女人美丽 女人娴熟 就要缠小脚 简直就缠忍到不行 你看一个脚这么大 可以缠得这么小 三寸金莲 说那个叫做美 你看了就是恶心 全身就起鸡皮疙瘩 那个骨头是扭曲的 就是这种美 你看那个美的观念 居然是这么扭曲 没办法 那个时代就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美丑好坏优劣 时代因缘文化国度 各个不同 宗教各个不同 这叫相对善 我们出家人不去否定 但是也要避免他来妨碍佛法正义 这是必要的 我因为孝顺所以我不出家 这颠倒见 这是半佛之说 佛就最不孝你这样讲 是不是啊 颠倒见 非常的颠倒 很多这个所谓假居士团体 就是这副德行 我每次遇到我都骂 那么呢 这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只要这部分不侵犯佛法 那佛法与他各做各的 那么佛法的本质上面 要谈的是初世间的善 这初世间的善 这初世间的善 绝对包含着 涵盖着世间善 但表现法不尽相同 当年也是好像宋朝 南宋时代 有位禅师 他的母亲呢 有开悟 后来道德很高盛 开悟 他的母亲呢 在他出家的时候 因为是独子出家 恨啊骂啊 毁谤啊 很严重 后来死了 死了之后他儿子 这位得道的 禅师的儿子啊 知道之后啊 就说 就跟妙少人讲说 我也要行孝道 不然把我母亲呢 迎到寺里来 我帮她后葬 怎么后葬呢 人家说 好 那这样我们就为方丈和尚的母亲 买个大棺材都不用了 一条草席就好了 一条草席 买一条草席 买西说那怎么办 怎么要放 不必了 用那个烂的杂草把它绑一绑 然后叫一条牛拖着 在地上走 那么呢 每一个人呢 就你们拜托啊 拿那个牛鞭啊 打那个牛 打我那个尸体 哇 那所有人走了走了 气得气了 这方丈和丈疯了 哪有人这样就是行孝道的 这样走走走走走走 沿路哦 这样子把她拖走 拖在地上 就说人家跑了 这当故事好多了 我就讲这个核心是这样 就大家都要走了 要走走走走 她还怎么样 她还说要把妈妈丢在那个 丢在那个野火堆里 让她烧了就好了 大家气不过了 等到把她真的丢在那火堆烧了 所有人都离开 当场都离开那个火 完全看不下去 就疯了 这个方丈和尚 就走的那一刹那 那堆火当中 起了一个金色的一条龙 龙上面的她的妈妈 像少女一样的站在龙手上面 在莲花上 金色莲花上面 她说你们不要走啊 我的儿子渡我啊 真的感谢你们帮忙啊 我一身磅三宝 应该下地狱的 他就是用鞭打我 给我侮辱我这种方式 最后也没有靠我后葬 用这种方式 让我这 所有的业全消了 我现在能求生西方了 都是大家的帮忙啊 你们不要误会她 说完了 谢 往西方去 当然她有那个能耐了 我们肯定是没有了 我们肯定是没有了 当然佛法里头出家 也有一条条件 如果你出家 那你爹娘马上饿死 来不及修道 她都已经饿死了 那避免人家的那个 那个毁谤 或者你根本就国家的国王 你突然间跑去出家 那国家会混了 混淆了 拿去伴佛了 大官 国防的主要领导 正在作战 你跑去出家 那是像什么话 成平之士 你去出家OK 你找到替班人都OK 或者你正在官位当中 重要职务当中 很难以立刻换位置的 你必须要安排好 你才能出家 不然不能出家 这只是短暂的不能出家 父母再安顿好了 就可以出家 可以 他还是有条件 不是都没有了 但这条件都不是必定的 你可以 条件改变你就可以出家 没有那个所谓的独子不能出家 那释迦佛不就独子吗 那我也是独子 对不对 没有这个 就是你安顿好就可以 没有安顿好当然是不行 还有你为了逃债 躲债而来出家 躲什么 躲那个死亡债 那个国法 而来出家 这个不行 躲债 但是如果说 我没有要躲债 不过我出了家之后 我还是要慢慢还 我是好要出家 看破人间 但在主灵门 我会当寿者寿 我会跟他谈 这样可以 你存心要躲债 假装来出家 那不可以 你真心要出家 不是要躲债 愿意面对债务的 那可以 可以谈 可以谈 不过当然是谈好了 条件再来出家 会比好 是有了 也是有标准 所以人间性的 那种人与人相处事的标准 那也是有 不是说你出事法最伟大 当然也不是这样 那么在懂这样道理了 我们就知道说 一切的道德都直基于这 死死的逆向 逆于这死死 就是道德 所以曾经有很多禅师 在他的语录当中说 什么叫做善 不为我为一切人就是善 不为我为一切人 那你孝顺只孝顺你爹娘 还是为你啊 对不对 那不是善 他讲为一切人 这是善 当然了 凡夫没办法 立刻为一切人 包括我们也没办法 所以尽量逆你的死死 死种根本烦恼 叫死 使你流转生死 叫死 那烦恼 我没解释过了 恼怒 烦闷恼怒 忧恼 忧恼烦闷闷 为着烦恼 有逼迫之性 这叫烦恼 那么这种死种根本 你这死种烦恼 你自然就能行善 一个没有我直的人 你自己拥有什么 你都觉得不重要 别人拥有什么 你那个菩提心起来 那个不忍之心起来 你自然就会分享与他人 像这一类 那一个奸贪一定是我直的人 对不对 一毛不拔一定是我直的人 你看 你溺于一毛不拔 你溺于那个贪 那你自然就不会一毛不拔 那你不会一毛不拔 就算你没发菩提心 你看别人苦你因为自然给他 因为你不会一毛不拔 你不会贪那个内在 所以阿罗汉即便没有发菩提心 你跟阿罗汉讨东西他就给你了 他不是发心要利益一切众生 但这样子你跟他讨 他还是给你 他不会令习的 那我我直了 那我们大乘 修学大乘的凡夫 当然不是立刻 我们没有正入阿罗汉 可是我们要服那个贪心 服那个我直 只要有所服 我们的道德就自然会增上 所以说 死死能服 道德就上 这是最根本的 这里头没有威权思维 没有那个我做爹最大 我爹最大 我娘最大 我的国最大 我的民族最伟大 我的文化最好 没有这种傲慢见的 不会这样的 你这样才真正叫做世界和平 不知道你怎么世界和平 大家都说我最伟大 谁愿意做最伟小 是不是 那一定是世界大战 永远是世界大战 怎么会有所谓天下为公呢 有啦公 公级的公 都天下围攻你 你说你最伟大嘛 那人家天下人就围攻你 所以儒家虽然讲得出那些 那些所谓的什么天下平的那种 所谓的哲觉理想 那不是他们能做得到的 坦白讲 他要不在死死的烦恼当中消解 那不是他们能做得到的 都是装出来的 都是带着我直的 所以你要看清这样 看清这样 所以你有什么好赞叹他们的 不需要 当然你去否定人家也不要 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能力就这样 你去说他不好 你就傲慢你自己了 但不必这样 但是你脑子要清楚 世间法就是 它受限于如此 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受限 世间法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常想 我说那个国家都在卖彩券 像中国大陆还有运动彩券 那台湾基本没有 但是有什么呢 有那种抽奖的 抽奖的彩券 其实为什么要这个 这个就是符合人性的贪 因为我贪 所以我贪 以小博大 能买个什么东西看能不能赚 那这个时候国家怎么办 叫顺着人类的贪性 与其让民间玩什么 玩赌 然后让那个不公平发生 并且让黑道来介入 然后私人的钱的宝赚一通 不如国家来做东 我来卖彩券 就是我来赌博就对了 我来跟你们对赌 国家跟你们对赌 你们人民喜欢赌 咱们就来赌 不过国家一定赢 因为按照比例计算的话 国家一定赚 那国家赚那怎么办 对不起你们不要笑我 我是公家 所以我把赚来钱做公益 这样你们就没话讲了吧 如果私人黑道在整理 他赚赚他私人呢 我没有啊 我说私人不能赚 我用法律来制定 大家不能 大家不能偷偷的玩赌 不能够去绑架求援 都不可以 要赌赌我国家的 怎么办 我赚钱 来行善 要赌就来赌吧 你看 国家只好做这种事啊 你说这样好不好 没办法啊 人类就是有赌性啊 赌性就 与其让黑道介入乱赌一通 赚私人的不如国家出来赚 制定法律说你们私人不能赌 这有没有什么道理 有道理啊 这没道理当中有道理啊 人间就是这样贪嘛 只好国家出武力 出法律 制止别人不能赌 我来读 我来读 那你去笑他说 哎哟 那不准老百姓点灯 容许官家放火 我放的是好火啊 我赚来的钱我做公益啊 不然你要怎样 咬我啊 我就是政府 政府是民间选出来的 或者有的是枪杆子打出来的 怎么样 我就是政府 我制定法律 大家同意 所以这个就是用恶 用小恶来指大恶 人间相确实也会这样 作为一个出家人 不能够清高到连这个都不接受 不是的 是可以接受 因为没办法 人类大部分人不信佛 现了佛也不一定修行 就算修行也不一定懂这么多的道理 所以你得要接受他这种 看起来怪怪的 但是就这样做 这样做嘛 是以小恶来指大恶 好歹嘛 你有点小贪嘛 就去买吧 买了买了 买了有赚 赢钱就赢钱 输了愿赌服输 社会基本安稳 是这样 是什么样子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人间因为有恶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不会用小恶来指大恶 那过程有可能 但最终不是这样 最终是要你建立 尤其是道德这件事情 不能够用一个无名来建立道德 因为道德是长久的事 你必须要用最根源不动摇的真理 作为你道德永久的基础 所以他就不会用假道德的基础来建立 比如上帝的意志 天地均亲思的这种逻辑关系 来建立 什么天人合一 这种观念 坏不坏好不好 这另当别人 它不是真正的真理 它以人性的我持去除 作为道德的最根本 可大可久可永远 而且最不动摇的 也没有任何可以辩论 或者是哪一国显得它的文化特别 没有了 因为哪一国到了那个国的文化当中 像于无我的时候 那个国的道德就高超 哪一国都可以 所以这种标准是放出四海都可行的 与任何文化无关 你去泰国 看到人家泰国的出家人很有道德 他一定像于无我 你去看中国的祖师现在的大德 哪一个人有道德 一定像于无我 统一 道德的基础是一致的 不会有文化的差异 不会有时代的差异 更不会有国家地区的差异 这才真统一 这种道德 哪怕是敌对国 他也要尊重你 那个国家跟你作战 那个国家也信佛 这个国家信佛也了解 他来到这个国了 知道你国家有出了这么一位大德 他也会尊重你 因为这种价值 无关文化 无关时代 无关地区 无关风俗 是人性为根本 诸位啊 人间只有这个 才是最根本的 不然你看看好了 为什么基督教打乳 打回教打得这么凶 为什么回教说 那个基督教是邪恶帝国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们各自站在 各自不同的道德标准 以不同的上帝基准 来看待对方 我告诉你 无解 永远无解 他不会有共同基准啊 所以你说这样能够世界大同 不可能 所以真要世界大同 那些科学家 哲学家 西方哲学家 已经也研究了结果 也知道 只有什么 佛法 所以你要推的是这个 作为一个佛教徒 乃至于讲经说法的法师 你要告诉世人的是讲这个 你不觉得搞一个 找一个神父 找一个修女 说她是玛利亚 也是观音菩萨 头壳坏掉 真不晓得她脑袋在想什么 这样就叫做世界统一 这完全是无知的说法 千万要了解 不能做这个糊糊笼统的 这种 这种法灭之想 你看看古书 从来没有一个古德这样讲话的 我们要尊重古德 我们要看看古人 不要看金人 也不是说我今天说 尊古 磅金 也不是这个意思 你比较看看 人家古人不做的 不是他笨 是他清楚 不然那么历代 两千年来 人家都不做 好坏 经过时间淘汰 好的会留下来 坏的人家自然不要 好 那么就理解这样了 我们现在就 开始来看 这实时 当我们有这种态度 我们来看这个实时的时候 内心是很谨慎 很庄重 很仔细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切烦恼的根本 也是一切人间 一切疾苦的根本 更是一切人间 斗争的根本 都在这里 这实时 学佛 这实时不学好 你怎么学啊 这什么佛法基础 基础学问 讲捏盘 那都是以后的事 讲往生也很好 当然也可以 但是往生也基于 这实时难断 我们才更乐意求往生 是不是 人间 为什么你要厌离撒婆 就是因为看到这实时 冲刺 人间冲刺 难断难修 那你怎么知道他难断难修 你看清楚他 你看清楚 看清楚什么叫看清楚 懂他的道理 了知他的相貌 与语莫动静之间去观察 去观察 你就会自我观察 我教你不是观察别人 我们观察自己 观察自己 就能修心为本 这才真修心 什么天地君亲师 那在修外头的 现在这个 修断 始 劫 始跟劫 两个是同意的意思 这个劫 劫 劫 烦恼 这个就是修心根本 那你要不懂他的相貌 你怎么在行驻坐卧当中 二六时间 禅坐当中去观察你的心 起伏状态 你每讲一句话都一一的我执 你观察得到他吗 你一个情绪都是一的我执当中 的某一个贪嗔痴慢疑 身边借贱邪 哪一个 你有观察 比如这样子 那么这一些都要深细的了解 好 那 那么再来 现在就生 那么就见死八十八 不不不不 见死八十 见有八十八十 开始要讲这个了 那么见有八十八十怎么说 那么就开始讲八十八十 首先就要谈这个十十的事情了 诸节第五八七 见货有八十八十 我们就看这个五七七的附录三跟附录七 之前都有讲过 见货八十八十怎么算的 之前都有算过 我们就不用再重说了 那么现在就讲到 见货八十八十 所谓生贱 边贱 贱取贱 借取贱 邪贱 五历史 这样就合起来实实 为根本烦恼 我们开始来讲 第一是见死 见 生见 是见死 法界次第出门 智者大师自己呢 他老人家也有所解释 法界次第出门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在很多的天台注解当中 很少被引 法界次第出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第一个就是 老人家那个时候是 当年年轻的时候所造的 它是一个简略性的一个说明 常常一个名词的解释当中 引出了更多你不懂的名词 弄了半天你越解越糊涂 所以后来在解释名词的时候 包括天台的学者 也引他的不是全引 就引的部分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当时年轻 他在做法界次第出门的时候 有可能是一个刚领式的内容 拿来嘴巴解释的 但记录下来的时候 没有怎么样 没有把它记录那么深细 那么他相当多的是 以大制度论 中论等内容 作为一个解释的基础 那么他也简略地带那个画 把他带过 甚至于那些用词 在后代没人用 不常用 连词书你都不一定查得出来 他指的是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明明他就是名词解释 怎么会在天台当中少用 因为那是他早期的一些 可以说是一个文字禁的记录 那么没有那么样子的广博 严密 是这样的带过而已 所以我们在引他的时候 也会大体这样带过 因为针对核心的道理我们去了解 我们对名词去了解 这样就可以了 就之所取舍了 那么法界四弟出门呢 他有这么样的说法也不错 当然引他还是有很多原因的 有个最根本的原因 他就指它是造的嘛 当然在后来他在用名词的时候 多少会以这个名词为基本概念 所以我们当然要知道 他老人家的前后的观念的一个脉络 跟基本的解释 这当然是有这个需要的 好 那么他解释了什么叫身见 于明色因呢 入界中 明色的因入界中 明与色 你知道什么是明啊 明就是指精神的意思 因为精神概念都给一切东西有名称 都是你概念中读出来的 都是你概念中的东西 才会有明 所以用明这个观念来 现在人叫做精神 我们讲 有时候简单讲叫心 明者是心的意思 是精神念的意思 这精神跟色法 这个呢分开说就明色 那么 那么 那么何说就是因 要不就入 要不就界 五因 十二入 要不就八界 那个 三六十八 十八界 十八界当中 五因 十二入 十八界 五因 十二入 十八界呢 个别独立 是对待这个人 我所存 人所存在的这宇宙 将一切的精神面跟物质面 做分类 这做分类呢 有三种分类法 不能互相混淆哦 五因就是一种分类 那它就是五因圆满了 自己圆满 要不你就用十二入 来分类 那也圆满 它自己也圆满 要不你再开 开成十八界 那十八界的分类法也圆满 里面呢 十八界加十二入 刚好那三十是什么 入因 是吧 没有 不能够入加界 那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比如说 光 光加上土地是什么 没什么 那两个东西没办法相加 既非物理的也非化学的 这两个完全没意义 某甲加某乙 这两个物质上也不能加在一起 精神上它们两个可以成为一个团队 但是它物质上不能加在一起 所以说五因十二入十八界 等一下会解释 这就是明跟色 那明色呢 也是一个分类 最最简单的分类 人世间 宇宙万法之间 就两类东西 一类物质 一类精神 猪 狗 植物 人 山河大地 叫做物质 就是物质 那么呢 存在这个我们大脑当中的思想作为 思想概念等 这些思维 我们说精神 宇宙间你要分也可以用这种 精神物质 就两个字 两个概念来分也可以 那就分完了 可是呢 再把精神开 开四个 受想行事 你的精神其实有四个内涵 感受 思维 概念 动机 这个 受是感受 你心中的感受 包括你看东西的感受 想就是概念 跟概念的思维 逻辑性思维都是一种想 那么呢 行 欲望 主动的欲望 意志 欲望意志 跟你的那个意志 自主意志 自主的意志 欲望 不是意志的 欲望 意志所起的 基于意志所起的欲望 那是呢 一切的记忆 跟潜意识 隐藏着的所有精神层次 这就倒是 你比如说 这个人 他就 他的感受跟你一样 但是呢 他的心理特质就是不同 那种心理特质什么就是 也不是说他能够 他在逻辑思考上跟你什么不同 好像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呢 他就是有那种 比如说 他这个人比较歇斯底里 或者他这个人比较神经质 或者他这个人比较豁达 这个特质没什么好教的学 他是过去记忆来的 这种精神特质 潜意识性的精神特质 这都叫是 这叫是 所以精神面积分成很表层跟里层的内容 就把它开成这四个 开成这四个 所以每个人精神意识不一样 听闻事情感受的也不一样 他理解事情也会不一样 那么这就是识的 所支撑出来的不同 在含着过去的种子八识 精神面 那么这简单讲就是五音 五音就是色保留了 把明开四 就变成五音了 明开成四个 开成四个 那再加上一个色 色音 合起来就等于五音 那音是什么意思啊 音负的意思 音 音就是把你遮障的意思 那入 有出入的意思 有出入的意思 有能入跟所入的意思 这是就你的六根 对六成来说的 那么我们往下会解释的 那戒 又是进入当中 外在物质 进入你 被你的六根所解读之后 产生的六种意思 这个样子来描写成整个宇宙 叫做戒 就是八戒 这又在开 把色跟心都开了 那么呢 入呢 这个色心开的不多 主要是 开了一半 开中间 那戒就开最大 色心开的最大 把它分散 把它分分的分析解释 这样 好 那么大家了解了 我们来看看 无论你 予以这个名色 还是阴 五阴 十二路 十八戒当中 你记着他其中的一个 乃至于十八戒中的某一戒 为你的身 为你的我 名为身戒 这个身 若以无名不了 则于五阴中 其二十种身戒 二十种身戒 那么呢 此身戒有 则身戒有二十种 见地所断 见地就是 这个 这个 见到位 见到位 所以它叫见货 这个是见地所断 身戒 这个身戒就是 其实就是我戒 其实是 寄身为我的意思 有一个我的意思 他这里反而没讲到 那么这里有个注解 第-1 我们等一下再说 身戒有二十见地所断 所谓的身戒二十 是什么意思 我们稍后再解释 因为它不是那么重要 那么我们往下看 施教于急著这么说 身戒 于 你看 又讲一遍 但他讲得细一点了 后来的人就要讲细一点 他说 于阴 于戒 于入于戒中 望迹为生 强力主宰 横起我见 这样才叫身戒 所以 智者大师在早年 他没有特别提到 那个我见这个观念 他说 立他为生 望迹为生 就这个说法上面 稍微弱了一点 所以说 这是早期的作品 他老人家可能就 没有把 没有把那个意思 写得很完整 也可以这样讲 所以隐的人不多 所以我们未来也是会 也会隐到 但是也会选择性地隐一下 那么 到施教于急著里头 这一段时间 去放进去 那边 在某个人家 里面 是判断的 这个 如果有了 根据 要的 我ую 抓紧 那不 感谢观看 他没有提出这个我这个观念了 其实真的身见 名字叫身 其实直身为我见 其实真的名字是这个意思 所以身见其实我直见 直身为我 只是这个身是哪个身 不一定是指这个肉体的身 有人认为肉体不是我 他也是这么认为 看起来好像比较高一点 他认为什么 他认为精神面才是我 他在禅定当中发现 肉体实在不是我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离开那肉体 看他自己坐在那里 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一进去那个肉体 反而更伤害 更不舒服 他甚至于不想回去这个肉体 他甚至于有这种经验过 外道的禅定也有人这样 这当然不是禅定的真正意义 这都是一种外道定的状态 可是他就真的知道 这身体不是我 所以直身见这个身 不要被他想 不要被他直取为说 是物质性的这个细胞为身 不过大部分的人 确实是执着这个细胞所成的 这个色身为我 所以身见他真正的意义 应该说直身为我见 只是说这个身 不一定全指这个物质上的肉体 虽然大部分是 但也有不是 我们为细地解释他 你就会知道 比较细一点解释 你就会知道 所以释教于极著 他自己这么说 他说身见 语音 你看我讲了 五音或者六入 或十二戒中 忘记 他就是我的身 我所依存的身 于中强力主宰 横起我见 诸文或云 身见或云我见 你看他就不叫做身见 他讲我见 就我直见来 直身为我 这样叫做身见 或者叫做我见 其实他有两个概念 执着身体为我 实际说那个身体 不一定是物质的 有人会执着精神面 执着那个为我 要两个概念合到一块 执着什么为我 但中的核心是我 什么是我 有主 有宰 有主宰功能 名为我 四教一集结说 于五音身立以主宰 名身见 于这个五音所成的身体 我执着一音 或执着五音的合合 为什么呢 为我 为一个有主宰性的 是那个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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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体 那个字体 叫做主宰 什么叫主宰 就是 什么叫主宰 就是有 自体性 有 自体性 什么叫自体 是我的身体啊 你看我是不是我的主宰 我要伸手就伸手啊 我要拿东西我就拿东西啊 不是你拿呀 我拿呀 那么我要喝我就喝啊 我跑就跑啊 吃东西我享受啊 是我 都是我跟你无关 这叫做主 那我能够宰治事物 我能够决定事情 甚至决定我的身口意 这叫做宰 我能感受 不是你能感受 这叫做主 主宰 主宰 这样子名为我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 很模糊的观念 但我们确实按照这个观念在过日子 你看糊不糊涂 蛮糊涂的 主张仔细去找那个我 那个我还真模糊 有时候你还说不清楚 什么是我 所以我们都在糊涂当中过日子 也在糊涂当中有恩有爱 那么呢 有亲有疏 这是迷糊的整个生命样态 所以这叫做命为主宰 主宰等一下也会解释 好 那么我们就先对这个身见 直身为我 叫做身见 或者叫做我见 做一个大体上的了解 好 我们下一堂词再说 相像文常 负以来人回向 众生无边许愿度 烦恼无尽许愿断 烦恼无量许愿学 佛道无上许愿成 自愿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障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五万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众恩 下其三读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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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